黃珊珊是百分之一百共犯 黃珊珊在救誰 在救沈慶晶 因為沈慶晶叫她出來表態 二叔哲就是台北市政府要負全部責任 那誰要倒楣 就是柯文哲要關到死 柯文哲是台灣的政治史上 過去十年發生的一個悲劇 因為在十年前 我們支持柯文哲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他沒有政治的習性 他是台大醫學院教授 柯文哲注意 他不是普通教授 他是在國際上 因為台灣的台大醫學院 過去在全世界陽明 全世界有注意到台灣的醫學界的成就 最近差不多30年前 有一個重要成就就是肝病 台灣是肝病世界第一名 因為我們的台灣過去肝癌的比例很高 所以我們的肝癌肝病第一名 到了柯文哲手上把這個已經 因為台灣又全世界很多醫療在比 後來大陸起來以後 我們的醫療的優勢不在了 柯文哲突然就變天才 他搞葉克膜 葉克膜變成他搞起來 他是葉克膜 全世界第一名的葉克膜專家 所以柯文哲不是普通的醫生 你知道吧 他瞧不起賴清德有道理 他真的是很屌的一個醫生 結果他來當做政治以後 非常讓大家非常 現在非常的後悔懊惱 就是說浪費我們十年時間 十年的時候一堆年輕人跟他走 走到今天為止發現他是個騙子 他是個騙子吧 那我就回答你吧 騙子能夠當國家領導人嗎 當然很明顯不行 而且他們不是一個騙子 他們是詐騙集團 你看柯文哲他老婆黃珊珊黃國昌 這些立委台面上你看到的人 全部都今天在騙 他們直接攻擊台灣司法不公 有這種事情嗎 你貪污了把你抓起來了收押了 還在外面抗議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台灣的政治犯 貪污犯敢公開抗議的 黃國昌要全省走透透 貪污犯全省走透透 你不要拜託一下 哎呦你們這些人真是不要臉 第一集下流無恥到極點 黃珊珊第一集下流嘛 明明黃珊珊就是共犯嘛 我都不願意講他 因為我知道太多事情了你知道嗎 黃珊珊是百分之一百共犯 我保證他可以來告我啊 很多事情我都講完啊 我講過一千萬的事情有沒有人告我 沒有啊批都不敢放啊 民眾黨對我講話從來不敢回應啊 很簡單因為我知道太多嘛 很簡單因為我們媒體人不願意去 我沒有必要不願意搞到 我跟你去搞司法相見嘛 但是這一批人我跟大家講 柯文哲整個民眾黨現在這一批人 叫做詐騙集團 最後為什麼變成詐騙集團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學 跟社會心理學的分析 留給專家去處理 我們記者不管這一套 反正你呢你很簡單 你惡搞我就 你惡搞我就爆料 我的工作就是誠懇爆料 我也不跟你搞花俏的事情 我知道的都是實錘的東西 百分之一百的東西 好不好所以柯文哲是騙子 民眾黨是詐騙集團 書記法25條 黃珊珊突然間這時候 丟這個東西出來 我先回答你簡單一個問題 不是偶然啦 黃珊珊從來不講這個案子 為什麼突然間跑出來 因為沈慶珊叫他出來表態 因為很簡單 黃珊珊要救他的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一年多少錢 立法委員黃珊珊幹完兩年沒有了 幹完四年沒有了 可是沈慶珊這個案子 一千六百億 有些你要救一千六百億 還是要救那個立法委員 當然是一千六百億啊 一千六百億多屌你知道嗎 立法委員有個屁用啊 對立法委員有個屁用啊 搞不好還媽祝禮費 11萬還被關了嘛 售我都不要 對不對 所以黃珊珊在救誰 在救沈慶珊 很簡單 一千六百億嘛 黃珊珊什麼話都不講 你看到沒有 從頭到尾沒講話 突然間丟這個 就是說什麼 什麼25條出來 25條是什麼意思 25條就是台北市政府 要負全部責任 那誰要倒楣 就柯文哲要關到死 他媽丟這25條出來 然後民進黨一堆傻 民眾黨一堆傻逼還跟進 為什麼跟進 他不懂啊 他想你為什麼 哎呀我們現在用25條來搞的話 就變成說 小沈就不會咬柯文哲 放你媽屁 小沈照咬 被人賣了還在幫人家數鈔票 對他不是 黃珊珊不是 黃珊珊是 他跟他合作關係 我說民眾黨那些人 民眾黨傻逼嘛 傻瓜比較多嘛 因為錢都在 柯文哲在賺 黃珊珊在賺嘛 黃珊珊賺的 也是這樣捧滿博滿嘛 好不好 我跟沈慶珊碰面的時候 沈慶珊親口跟我講 我第一句話就跟他講 我說大哥啊 我就叫大哥 我說你不要跟我講這些 我說我是媒體人 我看到的法律上的問題 因為我曾經被台北地檢署 傳去當被告 因為黃珊珊叫柯文哲 到台北地檢署 四月份的時候就告我 告我妨害名譽 他中毀謗罪 那檢查官員問我說 那你怎麼可以講柯文哲的貪污啊 那柯文哲現在 那時候四月份的時候還好好的嘛 說你這個侮辱人家 你要有證據啊 我說有證據啊 我把證據拿給他看啊 當時我就收集 因為我在二月份 我就收集一堆證據 我丟給檢察官看 丟給檢察官看的時候 剛好這個時候 沒過多久 幾個月後了 然後沈青青找我 找我跟他談說 啊你們誤會我們什麼一大堆 我說你不要講這些 我說很簡單 我說這個非常清楚的 監察院寫出幾個字 說你台北市政府自創容積對不對 然後說你違法自創容積 然後第二個為什麼法 因為你用的叫做都市更新條例對不對 他不是 他說我們是用的土地法二十五條 就是都計法二十四條 他說都計法 沈基金亲口跟我讲 都市计划法24条 亲口跟我讲的 到前天 黄山山突然间丢出来 不对25条 我靠我听到就昏倒了 25条代表什么意思 24条是说 由厂商土地业者 有开发商主动提案 请台北市政府修正 来给审查 我提案给你你来审查 25条变成什么 25条说 政府认为这块地很棒 对丢市计划 对区域发展有重大的 大支大支 所以我就送给你 制作主张 那个所谓的奖励容积条例的 20% 25条的话 就是由市政府主动送给他 那我就不懂了 在这个时候黄山山 你也不是当副市长 你突然间主张这个事情干什么 我会发现了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因为黄山山已经知道 这个官司要开始 不能够再跟北检搞了 他们准备打院方了 他们准备再从用诉讼 长期诉讼策略 来保住省现金的1600亿 这才是核心问题 那问题是变成谁要负责 那就是柯文哲 官到老 官到死 因为柯文哲当时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租法官的时候 他的工房的条件讲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25条的话变成什么 我什么都知道 对 他变成什么都知道 而且他主张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24条 叫做什么 柯文哲在第一次 在鸡押亭的时候 说什么都不知道 就法官要他干什么 回家 无保释回 第二次 女法官 那个窗口女女法官 又问他同样问题 他说我知道 收押 你上次说不知道 这次说知道 你骗人吗 那这个真正的问题 如果今天黄珊珊讲25条的话 就是什么都是 台北是柯文哲做主负责的 林传媒就放了一个独家说 都委会委员恐怕呢 都会转列被告 我各位 我在这边直接跟各位 保证一件事情 这不是检调放的 我直接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是民众囊放的 最有可能 最有机率是谁 黄珊珊放的 那放这件事情 他只有一个目的 因为我要走了 我就直接讲结论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恐吓都委会委员 说你们都给我闭嘴 你们都给我改口控 你们要嘛是大家一起死 要嘛你们就要说这件事情 不是图例 就这么简单 你不问不认我 是为什么呢 不认为把东西按钮 他们还订过 最后可以变成了 子优优独播 你不要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